障碍,那到了认知,认知就可能是说认识人或是物品、时间、早晚、季节 认知开始出现障碍之后,他可能会有情绪的可能开始暴怒或是忧郁 或是有幻觉等等的一些就是一些精神行为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就是像五婆那时候 他其实不是算典型的失智症,但是他是有失智症的状况 那你们觉得失智症知道自己失智了吗? 不知道 那你觉得他们会知道忘不忘期吗? 不知道 其实他们的初期,就是在早期,他们会知道 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怎么好像某些事情他怎么记不起来 好像我们那时候呢,他自己就很难过,他忘记自己孙女的名字 那有一次我们就在看那个电视啊,他就突然转过来看我 就看了我先生,就在哭 他说我怎么会得这种病? 就是我怎么就是连小孩子的名字都记不得? 所以是那个初期,他们其实很多是伴随着忧郁 那那时候,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他9点后都回房间 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面对他就是熟悉的失误,他记不得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是我之前有个社工的朋友 他也是在安养中心,那他说那时候有新收入 有新收入一个很清度的老师 他是清度失智的一个老师 那时候呢,他住进来没几天后他外局联工就投诉 就说他有暴力倾向,他说他事实有暴力倾向 他说会把中心精神病院 那这经过的就是社工去跟那个失误的长者 他去聊,他说那为什么你要打那个外劳这样子 他就说,我就睡到一半啊,他就把我衣服扒光之后 要脱去那个厕所要洗澡 那对工作人们来说,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但是他其实没有顾虑到这些长辈他们其实还是有自尊 所以当你被衣服被人家扒光的时候 你说会去fighting这样子 所以其实失智症他们其实也是会有自尊 不是说就是我们呆人这样子 那像引发失智的原因呢 那就主要是我们脑部可能脑细胞开始慢慢的萎缩 那是下次这个是正常的脑 那他可能慢慢萎缩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天脑断层出来可能就会慢慢的缩小 那还有一种呢,他其实是脑血管型失智症 是像脑出血,像我们常听到的中风嘛 那如果中风我们常常看到的样子就是可能偏瘫 不能走入手,没有力气 那可能是这个血块压到的是运动的中枢 那如果他是压到的是记忆 他可能呈现出来的样子就会是像失智症 那有些人可能这个血块压到的是运动中枢 那就是有可能是失语症 他可能不会讲话,但是他情感还是有 那像这个是脑部断层 像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他脑的那个组织就比较饱满 那是不是脑部也说的话呢 他已经看到他就是有点往就是 比较有一些空洞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电脑断层也是可以来判断是脑部的状况 那所以失智症的主要其实就分成三大类 但是细分还是有 那绘化型的就是通常就是像阿兹寒墨症 或是像巴金生失症 他也会引起失智症 还有一些什么路易失体失症等等 那他的血管型的刚刚有提到 就是有脑出血或是头部外伤有撞到 那他可能会像会有失症的症状 那像我扑部的这个呢 他是可治愈性的 像脑肿瘤或是维生素B12 或是叶酸缺乏或是水脑症 那这些只要经过开刀 或是把营养素补足 他就会改善了 所以像我扑部开完刀之后 他就瞬间就记得孙女的名字 其实也是很开心 就是扑部还是可以回复到正常 所以失症的初期呢 其实症状很轻微 就像我扑部刚开始那样子 如果是因为我比较了解那些症状 所以通常假如说不了解失症的人 可能会忽略他 会延误救医 那通常大部分是确诊的时候 都可能是已经是中毒 可能是说他常常走失啊 去偷人家的水果啊 就是开始 让我们的生活 开始没有办法正常的维持下去的时候 才会去 哎觉得他怎么怪怪的 那在晚期的话呢 就是他可能渐渐可能也不认识植物嘛 我会自己洗澡 我会自己穿衣服 就是要仰赖别人的照顾 那像其实以前我还没有遇到婆婆 就是失症症的时候 我去推广失症的时候啊 我都会问了一些家属 就是很好奇嘛 说你们到底怎么发现就是长辈有失症症 那有一个阿姨啊 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 我先生就是说我偷偷命啊 他说我就没有偷偷命啊 所以就是他就觉得就是 因为他的疑神疑鬼了 那还有一个 有一个是那个奶奶 他也是被觉得自己偷偷命啊 那个奶奶已经90岁 那时候我在上社区的课的时候 就是我在讲这一个课 他就在哭 他那时候讲 因为那个其他的同 就是邻居知道他现在已经有失症症 他也知道他是因为被误会 那个偷偷命啊 他说他那时候呢 是被他先生是关在 锁在房间里面 是不能出来的 所以其实他照顾他现在是9年啊 所以他其实那段是其实 我会觉得或许他会觉得很酷 或是很委屈 或是可能他突然想念到他的先生 这样子 那失症早期的症状呢 他可能就是会 还是会这样正常的生活的工作 他可能常常会把东西放错位置 那时候有可能例如就是 可能有把眼镜放在冰箱啊 像把茶杯放在衣柜啊 放错比较奇怪的位置 那像处理事情的顺序 变得不是很流畅 我会觉得就是像 煮饭来说大部分都会都有在煮饭吧 像我红果是以前是那个家政系 他是非常会煮饭的人 但是在那段时间呢 他的菜色就越来越简单 就是只有红果火炒起来 炒一个变了一个菜 炉肉 他已经都会这样配来不配去的 他就是开始 以前很会做的事情 他可能开始不太会做 那不愿意就是跟别人去交际应酬 那还有就是可能对于时间一点 可能开始出现了混淆 那还有就是他以前讲说 像以前讲说有人以前很喜欢放大OK 那他突然不喜欢 今天不喜欢去了 他就是动的 兴趣的动机减少 那还有个性改变 像这个有个例子 是那时候我也是看到有个伯伯 他就是他那时候在送施政 送到机构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骂脏话 就是三字经五字经啊 但是他家族说 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 那所以可能就是很早步 就是可能有就是相到他的那个 他的情绪或是个性的部分 所以这六个呢 可能是比较早期的症状 那其实这个量表呢 其实是政府啊 希望说 他这个量表是 即早期筛检失之症 那他其实只有八题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 即早发现说 自己有没有失之症 或是说你觉得谁疑似有失症 你可以问他这八题 如果这八题 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秀出来 如果这八题有两个是有的话 就建议去医院才去多特别的检查 那第一题呢 就是在判断力上出现的问题 例如就说 像我们去 我们去参加人家喜宴啊 会包白色的新风吗 不会啦 或是说送亲戚时钟啊 这些我们已经去就有的一些观念 可能他可能搞不清楚了 那例如这个是 你要去问受特责的话 你可以就问他说 欸 假如说你八点跟人家有约 那你七点五十九分 才起床 那你会怎么做 好 好你有没有 怎么怎么样 完了 判断力有问题了吗 就是你假如你八点跟人家有约 但是你睡到七点五十九分 那你起来你会做什么事 对嘛 赶快打电话 就是 欸我们还是会有这些紧急的事情 刚刚是紧张 对不对 没有对 就是他可能判断力 他可能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就是他 对 他可能就是坐在那边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可能对于他平常 喜欢的活动 嗜好就是 兴趣降低 好 那他这个是要排除说 我想说 他一点点想去唱 好了OK 那假如他跑到会机器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大 或者越来越多人去想说他不想去 这个是有原因的 就不算在这边 那他是没有来 没来由的 就是啊 就是不想去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 就可能 就是可能 有点有问题 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们可以看看 他以前很喜欢做什么事情 好 那去邀请他 他说 那我们来那个 看看电视啊 还是什么的 这样子 好 第三题呢 就是如果他就会一直重复 或就是讲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事情 好 那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 我们可以去观察看看 这样子 那还有 就是 第四题就是 可能像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比较容易 像 像我们那时候 是不会打电话的 好 就是一些 他比方熟悉的事情 像我们 我们是那种无线电话 所以就是 打完电话 之後他要按一个绿色 那个电话 那个符号 他已经不知道 他要去按哪一个东西 或是像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说 哎 假如说 你可以考考那些 那你帮我转台一下好了 去测试他 对于这些 小工具上面 或不会就是在操作上 有点问题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 忘记一些 月份跟年份 那为什么没有日呢 其实日 很多人都会忘记 大哥 今年是 今年是几月几日 应该是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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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后面做前辈 都特别紧张 我要帮你们检测 几号 怎么办 一号 一号 所以其实 月份跟年 其实比较不会错 日期其实有不逢房了 或是 就是觉得就会忘记 或是星期体 有时候就会忘记 这样子 所以 大家真的不要害怕 只有年跟月说错才是 日期说错没有关系 好 那还有就是 在 处理一些 就是财务上 就是 像假如你去买菜啊 花了1000块 或者就是 那1000块 花了265元 那还剩下多少 700多 735 大家以后会不会 都不想要做第一排了 那我等下走到后面去问 好 后面还有 好 还有就是 记住 有时候跟人家有约 像我婆婆跟我们有约 我可能整场都会比我婆婆 来做回 我觉得整个就是 我就是发挥的是正宁明清智这样子 好 就是 跟人家有约 他可能时间忘记了 或是说 今天有吗 这样子有跟人家约吗 所以我可以问问 他说 梁春范有患性病 就说 妈 你这个下次怎么受鬼诊 但是我忘记 他知道 我来看一下怎么诊单 这样也比较没有问题 好 那还有第八题之后 他知道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东西不见了 像这个我婆婆也有 那时候我婆婆 有时候我们在 我朋友先吃完早上回家 我婆婆就说 他就疑神疑鬼 他就说 我的皮包不见 是不是不要有人来偷 而且他又怀疑是他的好朋友 先几天 就来看 偷看他的皮包在哪里 就是开始真的会有这样的症状 好 那之后我就安抚他 那之后就是在 吃饭的时候 就先 就是按我们煮水饺来吃 之后 他突然就走掉了 他在房间里面就说 我诊道了 我说 那你放哪里 他说 我就是觉得有人会来偷 所以我把它放在 凳里隐蔽的地方 所以一放 就是你知道就会忘记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常常诗诗证 像那个我朋友是 他的先生是警察 他说很多诗诗人 都是说他皮包不见来报案的 所以就通常 越重要的东西 他就想要把它越长起来 所以如果这八题 如果是有两个是有的话 就是建议是安排进入的确诊 但是不是说你是有两个 就等于是失智症 因为他只是 极少期的筛检 那如果是小于两个的话 想说你没有都OK 那建议是每一年 因为你什么时候 开始记忆退化都说不定 所以就是每一年进行一次筛检 这样子 那这个是失智症的一个十大的警讯 就像我常常出问家说 你怎么知道家里有失智症 那第一个呢 通常就是 可能他记忆力减退 就是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那还有就是可能东西摆错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六个的 是六个的症状 那最常见的 就是同样 常常问一样的事情 就是可能 像我有朋友他照顾他妈妈也是失智症 就是我朋友跟他妈妈还有孙女嘛 他大概那妈妈每五分钟 就会是说 量成什么时候回来 他会过一下 量成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其实那个家属的压力 会觉得很大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有提过一个 刚好看找到一个 还蛮有趣的影片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重复的 谢谢大家